明报社评 警方国安署处长蔡展鹏涉嫌帮室无牌按摩店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蔡展鹏正是休假 堂堂一个处长私下出入无牌按摩店 观瞻非常差 有选警方声誉 位居耀尊者必须自重身份 违法滥权之事固然不能够做 平日言行亦都要搜证致辞 如果对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亦都缺乏应有的判断力 恐怕亦都难兼顾重任 经济日报社评 新冠病毒在亚洲迅速传播 从未爆发大型疫情的台湾 曾经基本归零的新加坡 以及持续中高位徘徊的马来西亚等地 近日同告失手 需要大幅收紧防疫 香港是外向型经济难再长期封关 当局今后固然要加紧堵塞潜在疏漏 但是传闻打针明显更加自本 各方需要急增有因鼓励 文汇报審评 立法会三读通过2021年 公职参选及任职 乘行修订条例草案 修例通过之后 政府要持续监督包括区议员 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 浅行试验的情况 严格依法追究遗逝者 确保公职人员真诚拥护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区 立行试验服务市民 试验服务市民